娜娜是一只非常特别的小白鼠 因为它不愿意和老鼠做朋友 一心想找一只大象做朋友 妈妈觉得娜娜太任性了 你怎么和大家不一样 为什么想和大象做朋友呢 娜娜告诉妈妈 大象很美丽很可爱呀 而且它们很善良 不像阿宝一会儿大样凶巴巴的 阿宝是一群小白鼠的头 它们总是喜欢搞恶作剧吓唬大象 有这样的同类 娜娜感到很羞愧 它下决心要找到一只大象做朋友 妈妈对娜娜说 你想找大象做朋友 当然是好事 不过你也看见了 大象怕老鼠 娜娜心里嘀咕 大象可能觉得所有的老鼠都跟它们一样坏 娜娜试着去接近大象 和它们交朋友 可是每当它一靠近 大象们就吓得往后躲 这天 娜娜又遇到了一只大象 它盯着这只大象看了好半天 可大象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好像一点都不害怕它 太好了 娜娜高兴极了 终于找到不怕我的大象了 我为什么要怕你呢 大象问 因为别的大象都怕老鼠呀 哦 你是老鼠吗 对 我是一只小白鼠 你没看出来吗 娜娜觉得很奇怪 大象扶了扶墨镜说 哦 不是没看出来 而是我看不见 是因为我太小了吗 娜娜问 不是 不管大的 小的 我都看不见 看不见颜色 也看不见形状 我 什么都看不见 我是一只盲象 你明白了吗 没关系 亲爱的大象 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咱们俩做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好不好 那样的话 我会觉得 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白鼠 娜娜的新朋友 叫莫莫 为什么呢 因为她看不见 总是走在象群的末尾 而且还得用自己的鼻子 拉着前面的大象的尾巴尖 所以大家都管她叫莫莫 娜娜和莫莫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莫莫看不见 这让娜娜非常伤心 她决定给莫莫讲讲周围的世界 莫莫莫 世界是五颜六色的 特别美丽 我给你讲讲各种各样的颜色 好不好 看看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莫莫高兴的同意了 咱们从红色开始吧 红色就像你生气时的怒火 莫莫打断了娜娜 我不喜欢发火 所以我不太喜欢红色 也不完全是这样呀 红色还是一种非常温暖的颜色 就像樱桃和西红柿 在太阳的照耀下 慢慢熟透了的样子 那太阳是什么颜色 莫莫问 太阳是黄色的 阳光照在你的背上 那种暖洋洋的感觉就是黄色 还有 黄色的味道就像柠檬和香蕉混在一起 感觉酸酸的甜甜的 莫莫立刻说 我喜欢黄色 喜欢太阳 照在背上暖洋洋的感觉 也喜欢香蕉甜甜的味道 黄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娜娜笑了 别急 我还没说完 还有好多颜色呢 娜娜接着说 我们头上的天空是蓝色的 天空很大 很大 一望无际 大海也一样 蓝色让人感觉很清爽 很温柔 就像海水轻轻拍打我们的皮肤 现在我知道了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因为我喜欢弟弟给我背上喷水 莫莫莫 等我讲完了 你再决定自己最喜欢什么颜色吧 绿色也很美 春天的小草就是绿色的 我想你肯定喜欢它们的香味 尤其是刚搁闻草的味道 绿色等于蓝色加黄色 就是说把蓝色和黄色混合起来 就能得到绿色 所以绿色既有蓝色的温柔 又有黄色的活力 我不知道绿色看上去是什么样子 但我知道它闻起来很香 现在我更喜欢绿色 莫莫 你等等 我还没说完呢 我再给你说说白色吧 雪花就是白色的 很冷 不过棉花糖也是白色的 很甜 白色像云朵一样轻柔 又像飘落的雪花一样安静 哦 我喜欢 还有黑色 黑色就是我们闭上眼睛后的感觉 闭上眼睛后 我们能看到很多东西 对不对 梦 仙境 各种颜色 还有满天星星的夜空 好了 莫莫 现在说说吧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最喜欢白色 莫莫毫不犹豫地说 为什么 娜娜感到很好奇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 它让我的生命 它让我的生命变得丰富多彩 而它是一只小白鼠 所以我最喜欢白色 阿宝一会儿听说 娜娜和大象莫莫成了好朋友后 决定捉弄捉弄他们 一天下午 一天下午 太阳暖阳阳阳地照着大地 娜娜和莫莫坐在阳光下野餐 两个人聊着颜色 边说边笑 感觉幸福极了 阿宝一会儿走过来 嘿 你就是大象莫莫 你们是谁 莫莫感到很奇怪 哎呀 忘了你是个瞎子了 什么都看不见 怎么会知道我们是谁呢 谁说我看不见 大家都知道 要不你干嘛老戴着墨镜 你知道你戴墨镜的样子 有多可笑吗 哈哈哈哈 阿宝一会儿怪笑起来 喂 你们这要说话可不对 我根本就不想搭理你们 不过我要告诉你们 我戴墨镜是因为阳光太刺眼 其实我看得很清楚 你们是一群小白鼠 对不对 我可不怕你们 嘿嘿嘿嘿 你别把我们当傻瓜 你知道我们是白鼠 那是别人告诉你的 你自己根本就看不见 你连你鼻子底下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鼻子底下是一片绿草 和远处那棵树一个颜色 这下阿宝他们笑不出来了 娜娜悄悄爬到莫莫的头顶 她要帮助莫莫教训教训阿宝他们 娜娜大声地问 莫莫 那你肯定也看见头顶的东西了 对吗 莫莫笑了 当然了 我头顶是蓝蓝的天空 飘着几朵白云 那白色就像雪花一样 阿宝气呼呼地说 莫莫 你别笑 你别想耍我们 谁想笑了 你们还不赶快回家去 我的脸已经被你们气清了 一会儿就会胀得通红 到那时 我就要发火了 莫莫说着 抬起头 卷起鼻子 发出了一声吼叫 阿宝一会儿吓得抱头鼠窜 莫莫 你太棒了 阿宝他们一定吓坏了 你说得对 我一定把他们的脸都吓累了 呵呵呵呵 莫莫大笑起来 从这天起 再没有人敢捉弄莫莫和娜娜了 他们就像童话里说的一样 天天幸福又快乐 在这边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